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今天是2019年12月25号圣诞节 今天想要大家播报一个快讯 我在登录姐姐的O型账户的时候 看到它的一个出销链接 原来是新用户注册正经50刀 现在它改成了100刀有效期60天 不管才这个正经和市场都增加了一倍 所以大家对VPS有兴趣的可以试试 如果用好的话就继续用 你花了25刀我可以获得25刀的一个正经 就这么回事 因为它这个促销周期有多少长 它这里没有写我也不大清楚 因为月初的时候 我向大家发过一个零楼的一个促销 它促销的一个市场是一个礼拜 一个礼拜后就是过期了 所以大家有需要的话就是尽快注册一下 接下来向大家介绍一下 这个O型公司的一个背景 因为VPS公司也是鱼龙混杂的 所以我在网上查了一下 它是一家美国公司 这个是维基百科的一个介绍 就是说总部是在纽约市 后来我也在它这个纽约州的一个 州政府的一个网站上查了一下它的公司的一个信息 注册信息 向大家展示一下这里 这是它的一个注册信息 有两种类型的公司 这个叫Ocean HoldingNNC 这个叫Ocean LLC 这个是公司的一个注册信息 所以这个公司是 是美国公司没说问题的 另外它在这个 这个点进去看一下 它可能是同一家公司 就是股权结构不一样 就是这么回事 因为它在推特上也有账户的 就是说这个公司的一个 相关信息人员 这个是它的一个员工的一个活动 这个下面 这个这个Ocean 所以没什么问题 这个点它看一下 这个它在设体 设体厂地的搞的一个活动 所以这个公司应该没什么问题的 所以再加美国公司 接下来介绍一下 它的一个价格 这个也是大家最关心的一个情况 这个是它支持的一个系统 Ubuntu FreeBSD Fedora 德班CentOS 更新也比较快 它这个目前德班是10.2了 Ubuntu是19.1了 都是有的 常用的CentOS是7.6 这个还没有更新 就是说现在CentOS出来已经18了 另外它还有一些一键应用的 就是说 快速部署的一些应用 像Docker Lamp 这些啊 这个 这个 玩过建材啊 什么这种管理的 相对于说方便些 就直接部署 点进去直接部署就可以了 你不用另外安装了 像这种WordPress这种 是吧 就 就这么多都支持的 你点进去新建的话 就直接安装了 像Candy也是2.0了已经 像这些 那下来看一下啊 这么多 具体什么 像NJX这种 Control这种 下面是价格了啊 价格最低是五刀的 五刀一个月的 它是小时寄费的 是每小时七里了 0.007 就0.7每分 这个一个小时 如果不到一个小时 算一个小时的 一和一G 是吧 一个25G的一个硬盘 然后是流量是一T的 一T这是单向寄费的 就是说流出的 流出的流量流露流量 是不用寄费的 它另外一个就是说 超出之后价格也比较便宜的 就是说我现在要看一下这个 它这个流量可以延续的 就是说你这个月 没用外可以延续到下个月 它呢有一个算法 不是完全百分之一百 就是延续到下个月 但是它超出之后 价格也不贵的 这个费用0.01了 就一美分一个G 单向寄费的 所以价格也是目前看 全球是最少贵的一个VPS 接下来是看一下它这个 机房 机房是纽约 这里是旧金山 阿姆斯特探 新加坡 仁登 法兰克福 还有多伦多 一个是 好像印度班加罗兰 另外这里是 还有一个比较少用的 就是说 这里点一下 就是可以直接加服务器了 你下面把这个代码输入的话 原有代码输入的话 我以前向大家演示过的 就是说 不用另外登陆VPS里面去另外新建 什么打入指令 把指令打入这里或者代码就可以了 就是一键安装了 另外这里是它还有一个比较好的一个提高安全度的一个选项 就是说 sshk 就是说密码登陆方式是不用的 只用这个也可以的 像有些VPS是可能两个至少要选择一个密码都有存在的 所以你这个密码被破解的话 就是说 VPS就比较悬了 下面都一样的 这里就是新建了 另外一个它还有比较实惠的一个地方 就想大家介绍一下 就是说它免费的一个防火墙 云防火墙 这里而且是支持双向的 inbound outbound 这个我以前视频都介绍过的 如果你借在操作系统里面的也可以的 但是要占用系统支援的 这里是它是平台给你免费使用的 另外还有它一个浮动IP 浮动IP的一个作用就是说 你给VPS另外就是说增加一个IP地址 就是你一个VPS两个IP地址 同时可以用远程登录的 对于你这个VPSIP被封的时候 就是说比较做一个备用 你这个IP就是说不用公开吧 你自己知道就行了 就是说这个IP地址被封的话 你指定一下 当然你这个指定之后要用的 如果不用的话要销毁 然后回给欧市公司 就是说回收掉 否则的话它有另外机会 如果不用的话就是说它是给你免费的 所以看一下这个机会 就是这个 这里它的一个价格就是说免费的 如果指定 就是绑定到一个 这个VPS的话就是免费的 如果不保安定的话 它闲置在那里的话它另外收费的 就是说一个小时 0.006 这个美元就是0.6每分 一个小时就是另外有机费的 基本上这样的就是说因为目前我个人 这个将近 这个一年下来 就是说油管上目前这个看是 性价比是最高的 也是最熟悉的一个VPS 所以如果特别是大家对个人数据安全 比较在意的话 就是说选这个是肯定是没错的 最后谢谢大家 需要的话 赶紧注册一下吧